我是紫衣 今天挑战把所有的剑位连起来 就像紫衣现在这样 大家其实仔细看一下 所有的剑位已经都连成一个线了 而且都是有接触的 好 开局热身一下 没想到对面的第一名已经实际杀了 复活之后还是有点犹豫的 到底打不打 直接打吧 再送的话估计人就没了 这第一名感觉要15杀了呀 赶紧制止他这一个恶劣的行为 想不到这套剑位还挺好用 你用熟了之后呢 除了有点挡视野之外呢 感觉该基本的操作还是都可以打出来 在此之前有很多朋友问 紫衣二指灵敏度和剑位 想想这个问题 其实紫衣就挺头痛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剑位 如果你觉得哪里按着不顺手 你可以去到时候再改 把东西调一调 灵敏度的话觉得高了就调的低一点 觉得低了就调的高一点 钢子衣也成功的八年级超神 其实这局对面等级也不是很低啊 不要觉得是鱼塘局 50多级呢至少玩了两三百把这个团队竞技 九八K现在好像是进水了 打两将全都是一百多点血 有点针对子衣啊 不然就能够十连击了 如果这局挑战成功 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啊 同时可以证明一个问题 就是玩得好的话 跟剑位其实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差不多能用就行 该基本操作都可以打出来 并不是说你把战神的这整套键位超过来 你也就是战神了 好到最后手枪的环节了 还是打不过这些猛脸的枪的 但是子衣可以趁着无敌时间 这个人直接跪了 打不他了 他复活之后看手速 打对面最呆的 这复活之后这个位置好啊 直接复活到人家脸上 他估计要懵了